7号是右边后卫 孙继海 我们看到李铁能然是出现在了后腰的位置上 那么封线上杨晨谢辉肯定会被对手盯人保护盯死 那么中场马铭与齐红加上李小鹏 那么在中场的争夺上对方肯定会照顾的非常的严谨 那么实际上现在足球比赛啊 那么两名边后卫不仅能够做到非常好的防守 那么衡量他的能力要取决于他能否有进攻实力 吴承英打到左边来侧 把这个角球用他的左脚内侧 对方的文件突然办法双全把球打出去 把明宇哥大为大球再传进去 与同学后卫 这是中文开场之后的第一次射门 另外在这个队里边呢有不少队员啊 有非洲血统 这是个机会 别累了 来自马来西亚我祝你才把你举起 这是个机会 而让没有人能够起脚 再打 太可惜了 这是对方后卫下一次十五段阳城 赢到这个球的时候没有直接起脚打门 而是处理了一下 那么这种草皮呢弹性比较大 球在上面滚动速度比较快 把明宇中场横向转移 给李小鹏 挑球过人 传进去 机会啊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我们看到李小鹏刚才这次机会呢 创造得非常好 齐鸿在后面插上 头球顶得稍微正了一点 顶得很有力量的 太正了 稳微假 我们说了今天安排率的主攻方向呢 就是放在中立的左后卫吴长英的身后 好的 李小鹏这个球空档倒得不错 李铁呢这个球没有控制好 李铁把球回将给李伟峰 孙继海 谢辉 头像送出去 杨晨越位了 这个越位判夸的 应该说比较清楚 杨晨前场争夺啤酒 谢辉在接应 现在是二打三 杨晨自己走 去脚射门 我们看到杨晨这脚射门的质量 还是不错的 而且呢 球速很快 很危险 孙继海把这球断给了对方 主防派胖打了点球 这个球啊 一个大意啊 先是李小鹏在颠路 胸停球停出界 然后呢 对外面好像显得有些疲惫 对方的接线球发得很快 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在左路突破之后传到门前 这个时候 李铁跑到中间把球破坏出来 我们再看一下 孙继海这一停呢 停的大了 又被对方拿到 球没有进 运气太好了 将军是用右拳打了一下这个皮球 结果球 改变方向之后 打到了门处上 弹出来 暂至一把球破坏掉了 将军立功了 再看一下 14号塔比特 助跑 起脚 将军 主打算一声哨响 上半场比赛结束 好 中国队现在是 把郝海东换上场了 剔下了谢辉 阿曼队在开场之前 安排了三五二的阵型 那么中国队在封线打法上 按照谢辉上场 就是考虑到对方压得比较过前 让杨晨跟谢辉去冲 那么杨晨 刚才这个郝海东刚一上场 就是第一次触球 就是一次投球攻门 极武威胁地进攻 大家看一下重犯的慢动作 孙继海右路起球 这是对方的中后卫的盯人当中 跳得高度不够 郝海东强点 反映了他这种门前良好的意识 和捕捉战机的能力 由于考虑到裁片的问题 中国队今天的 拼前射 球打偏了 现在中国队是加强了 在禁区外围的远射 从今天整个中国队的防线来看 除了上不上比赛 这个孙继海在禁区那角球 没有能控制好 结果造成了对方的前锋 也是在禁区内和李伟峰一次机会 制造了一个点球之外 好 机会 中国队像 刚才那个也是 10号郝海东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这是走右路 上不上比赛阿曼的主要进攻的 右路走的比较多 这是传到危险地带 一脚射门 质量不高 球直接打偏了 人受伤了 看这个脚球 投球同门 再打 乱军当中对方的门将把球压到了身下 好的机会来了 青鸥 投来 打 掉两号 小心了 中央的10号 青鸥 最后 就从前锋 投在两名前锋 野后下 接着了同门的一脚 插入 高路阻挡 努力地摆脱 躲开了对方的室友的扑子 然后打进 出了一个1.0.0线 他在第一场比较 我刚才记得了一手 今天上的马上 一个投手 本来就应该得分 我们赶起来 这一段非常冷静 然后打这个低手 交给中间马明宇 好的 突进去了 看这个手 点球 好的 中国队 中间一番耐心的高转 背后马明宇 所以一直运行 我们看到好像是杨土 是三号杨土 果断临死前趴出锅 对方的后期 打手 反过去 主打办 果断的判罚了点球 这个球 是非常明显的 5号犯局一楼打 出现了 2比0 中国队在下半场 40分钟的时候 2比0 全场比赛结束 这样中国队在 世界军与小费亚洲区的 B组的 第二场比赛之后 在客场2比0 击败阿曼队 拿到了保护的三分 这样在这一小组 中国队两战全胜 几六分 竞争球五个 现在在这一小组中 排在帮手 主下的一声哨响 现在比赛开始了 中国队是从右向左攻 刘伟峰 把球还是交给孙几海 孙几海的实际上 在当中的表现 是非常的出色 好球 这下全 全球很有想象力 当时郝海东倒地以后 直接一脚射门 可起手两天了 最终对方 对方7号转身了 好球安琪 很冷静的把球得到 球场上 球员的比赛 心态放松 看球的观众的心态 也非常放松 射门 刚才是李小彤 把球传到了中午 然后有鱼钩尾 一脚射门 球打高了 这是中国队 开场之后的 第三次射门 李小彤再把球控制住 传进去 这球还太可惜了 刚才中国队是 摆到后背以后 阳晨直接凌空就射 球打高了 既然只有一名中后卫的防守 但是这位后卫很聪明 李铁转移 视野很开阔 投资在一摆 到中间 杨晨在反中路 就蛮前进了 11号鱼钩尾 宽分得分 大家看这是 8号李铁从右路 转移让了 从左路转移到右边 李小彭 再摆到中间 然后 中队获得任意球 再靠到中路 对方还是注意防守 他们的脚球看起来 好球 孙敬海 投球直接解雷 这时候 来自新加坡的 主台的麦丁 想了上不上比赛 鞋子的笔声 上不上中国队 李铁林在主场 领先于阿曼队 10号号海中 徐传 好球 有速度 趟到手边 射门 哎呀 杨晨这套射门的 力量叨叨的 小了一点 速度不是很快 对方的后卫 及时的补防 杨晨也是在 失去重心的情况下 的这套射门 难度是非常大 这样中国队 获得了下半场比赛的 第三个脚球 这球中国队在中场啊 这个 这叫传球很坚决 很锐利 现在是阿曼内达反击 阿曼内达现在拨过了 中国队的防守队员 在准备传招 这球非常危险 刚才孙靖海 立了一攻啊 面对对方的两名队员 孙靖海在中够的防守 7号 孙靖海呢 在这次 十强赛的前五车比赛里面 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他也入选了 这个十强赛 在前五轮的最佳阵容 他被很多的媒体 包括亚洲出场 很多的权威人士呢 认为是当今亚洲 最佳右边后卫 孙靖海 面对对方 两个人四条腿 孙靖海仍然把球 控在自己脚下 而且横到中路 二手杨晨转身 把球转移到另外一次 杨晨在自己 来不及射的情况下 这球转移的 打到后边的意思 还是很漂亮的 于敦美 自己带球 堂过对方 第一个队员 好球 把球伸给张一鸣 张一鸣在封键上拿球 走内线 华海东在内线 注意接应 张一鸣 哎呀 这球张一鸣没有能够传进去 这球是阿曼内 把球传在进去内 可惜四号 关键时刻 自己摔倒了 四号 雅各不输马 几乎是获得了全场比赛 到现在 阿曼内最有 最好的一次机会 这是阿曼内接外球 阿曼内刚才是接外球 一号横杆中路 直接射门 好球 守明安琪到现在 加上上一场 被在客场与阿曼球的比赛 据我们粗略统计 他还能有一次直接这个扑球拖手 新济海 新济海 现在从右路 从内部 传到中间 给张一鸣 好球 这球分得不错 很有小伤力 跟上 哎呀 这球没有能够靠进来 新加坡的主台湾追想了全场比赛最后结束的敌声 结果中国队是在主场一比零 战胜了阿曼队 这样中国队呢 在十将在目前的六场比赛里面是五胜一平 即十六分 中国队呢 是提前两轮 进入了2002年世界队的决赛圈